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DaVinci Resolve 調色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單純就是開心調色 然後我們要把之前已經調整過的片段 把那個風格跟顏色 轉移到另外一個完全沒有調整過的片段上面 那我們就要做一下色彩匹配啊 顏色的平衡之類的 盡可能把兩個片段顏色用了一致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囉 OK!那我們來到我們的DaVinci Resolve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的調色介面 那我們的時間軸上面已經有一些調整過顏色的B-Roll部分 那我們想要把它套用到我們主要講話的片段當中 那這圖層的部分 我們第一個就單純調整曝光的部分 那第二個圖層就是使用我們的Dehensor Pro底片模擬插件 那我們先把我們Dehensor Pro這個圖層先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第一個圖層 單純調整曝光的這裡 我覺得現在有點過曝 我們就把我們的曝光拉回來一些些 讓我們的曝光沒有死白或死黑之後 我們就直接開啟我們第二個圖層Dehensor Pro 然後來稍微調整一下我們放向階段的部分 那我想要把我們整體的亮度再提亮一些些 我們就把它升到0.7之類的 那我們對比度看起來有一點太強了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黑色部分全部都讓它死黑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降低一點對比 那我覺得整體的亮度我覺得還OK 但是我想要把我們陰影的對比度拉起來 那我們就把我們整體的亮度再提亮一點點 那我們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Black Point黑色的部分 然後讓我們壓到我們想要的黑色程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到我們的Colorhead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我們整個的色彩平衡 OK那大概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陰影部分有點太陽紅了 像是我的頭髮部分 我想要單獨調整一下我們的陰影部分 那我們就開了第三個圖層 單純去我們的Log裡面 把我們的Shadow調向綠色一點點 讓我們的粉紅色、陽紅的色偏 給它減少一些些 那接下來我們來檢查一下我們的曝光部分 我們就開啟我們的False Color 檢查一下有沒有死黑或者是死白的部分 那看起來我的頭髮已經有點死黑 都已經碰到零了 所以我們就再稍微調整一下 看我們想要保留多少暗部跟高光的資訊 OK那調整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看起來是蠻OK的 我們再稍微到我們第一個圖層 調整一下我們整體的一開始的曝光 OK那我覺得這個畫面 我們人跟我們的顏色看起來都還蠻OK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複製到同一個場景 但是不同鏡位的畫面當中 那我們來到第一個圖層 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整體曝光 稍微用False Color 輔助一下 看看有沒有死黑 那看起來有點死黑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中間調拉起來一些些 把陰影的對比度增強一些些 那我們就快速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整體的影像畫面 然後這個影片已經剪出來了 它就是我們的YCO年華鬼的部分 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我會把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OK這我們的 DaVinci Resolve 調色 那我們簡單使用第二個圖層 就是我們的Dehancer Pro底片模擬插件 快速就可以把我們底片的風格 轉移到另外一個片段上面 那我們第一個的色彩匹配的圖層 其實我們沒有懂任何的色彩 我們單純只有調整一下曝光 那顏色全部交給第二個圖層 Dehancer Pro 去管理它的色彩 那我們就可以很容易把我們整個不同拍攝場景 還有不同時間拍攝的內容 全部都有一致的風格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讚 對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調色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